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张启腾 西式毒品不仅伤身 更会影响身边重要的人 台湾市观音高中 为了让学生认识毒品所造成的危害 特别邀请了反毒公益团体 来到校园进行反毒宣导 并且举办脱颖而出电影放映会 需要能够强化学生的反毒意识 毒品危害一直以来 都是社会大众关注的议题 而日前由多位艺人和民间人士 组成的公益团体小水珠行灵之旅 透过拍摄公益电影脱颖而出 并来到桃园市观音高中举办首颖会 希望要强化社会的反毒意识 学校这一次也结合了社会资源 也就是我们很重要的明达企业有限公司 郭董事长这边 把这个社会资源引入学校 让我们的反毒跟剧毒的模式 也有一个新的尝试 那也就是使用电影欣赏的方式 那这个电影欣赏方式也蛮特别的 因为他们据我所知呢 这个小水珠心灵之旅的志工团 他们是自己募资拍片 那里面的演员呢 也都是线上一线的明星 但是呢也都是无偿的 来替这个教育做服务 那这样子的社会公益的结合 让这次的电影欣赏的模式 更加的鲜活 桃园市观音高中 为了让学生更加认识 毒品所造成的危害 因此特别邀请脱颖而出的男女主角 到学校跟将近五百位的学生 分享试读剧毒的正确观念 借此要达到预防剩余治疗的目标 其实在现在的国中也好 高中也好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们出入社会 或者接触的人群多了 对于毒品的抗拒性可能会减弱 所以我们预计啊 在这个整个场次 约略是20场 都把它在全桃园市 我们的高中国中的部分 来放映 让借由这些 我们在影片当中 所看到的一些 这个可能是一些 很可怕的画面 或者是说 有一个精神上的一个诠释 已经阐述它 能够让这一个活动 能够升值在 这个青年学址的一个心里面 这次公益团体 小水珠心灵之旅的 脱颖而出 电影放映寻回欣赏会 将会在全桃园放映 高达20场的欣赏会 不仅要加深地方 学生对毒品的认识 同时电影内 也宣导反霸凌等观念 期望要让正确观念 向下扎根 记者王中军调报道 桃园市政府 从民国105年起 积极争取将 超级篮球联赛 引进桃园举办 并连续5年 与浦原建筑篮球队冠名合作 为了提升桃园的篮球风气 桃园市政府 今年更与领航园冠名合作 成立的桃园领航园 希望市民为桃园在地的篮球队 加油打气 桃园市长郑文燦 与蒲原董事长李中树 在众人的见证下 共同签下冠名合作契约 与此同时 也象征着桃园市 第二支的在地篮球队 桃园领航园正式成立 并将会在台湾职业篮球联盟 精彩亮相 我觉得职业运动很好玩的地方 是在鼠地主义这块 这是已经20年来台湾 篮球第一次的有这个经验 当然职棒已经做得非常的棒 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对象 那我们很希望说在鼠地主义 可以跟桃园在地的企业民众 然后这些都是我们的 就是背后支持球员的力量 那球员也要拿出最棒的实力 那让这个鼠地主义 有一个最完美的结合 桃园市政府从民国105年开始 连续5年与超级篮球联赛的 蒲园建筑篮球队冠名合作 并成立桃园蒲园建筑篮球队 另外今年更是与领航员冠名 成立桃园领航员 而桃园市长郑文灿也化身头号球迷 希望要共同为桃园在地的篮球队 加油打气 桃园建筑两队都冠名 跟桃园市政府合作 那直然的这个P League 那么也是采取鼠地主义 所以主场就在桃园巨蛋 我们希望桃园市民都可以成为 这个领航员队的球迷 那我是登记第一号球迷 所以今天谢谢李中树董事长 送给我一号球迷的这个T恤 那我会在未来这一年 做我们两支球队的后盾 希望所有的市民一起来支持篮球 桃园市政府为了带动篮球运动风气 除了将超级篮球联赛引进桃园举办 同时桃园场的赛事 也将于110年1月至4月 在桃园市立体育馆进行精彩的比赛 欢迎市民朋友踊跃进场观赛 一同力挺桃园在地的篮球队 记者王中军台报道 你有听说过蝶杯运动吗 台湾的蝶杯运动在世界上成绩相当亮眼 捋获冠军 南港国小日前还有学生 因为打破纪录成为了国手 对此桃园市梦想家 卢族亲子艺术文化协会 透过举办第三届梦想家杯竞技蝶杯赛 希望能够持续推广蝶杯运动 小朋友专注盯着眼前的蝶杯 并反复练习蝶杯技巧 而这些小朋友会这么认真 全都是因为想在109年 桃园市第三届梦想家杯竞技蝶杯赛时钟 拔得头筹 桃园市梦想家卢族亲子艺术文化协会 透过举办活动 希望要推广蝶杯运动在桃园的能见度 有鉴于台湾的蝶杯 现在在世界上很有名 也多次得到世界冠军 借由世界冠军的这个氛围 当然是以台北市跟高雄 所以在桃园市的话我们也希望有培育这种选手 这次梦想杯蝶杯的一个活动 已经迈入第三届 这一届人数也破有史以来最多记录 希望借由蝶杯 让小朋友远离三星 也能增进亲子的关系 桃园市第三届梦想家杯竞技蝶杯赛 于11月8号下午在南坎国小胜大举办 而由于台湾的蝶杯运动 在世界上成绩相当亮眼 不仅多年来夺得世界第一的殊荣 另外南坎国小六年级的陈友汉 今年也以优异的成绩 如愿以偿地成为国手 我们也很高兴去年 在这个第二届的时候 南坎国小一位学生 也打破了世界这个世界的冠军 也产生了这个名次 希望借由蝶杯 让小朋友更增进这个活力 今年比赛的时候 363 2.6进了国手 很开心 然后 因为成为国手 本来就是我 练蝶杯的一个历程碑 桃园市梦想家如足亲子艺术文化协会 透过举办第三届梦想家杯竞技蝶杯赛 并分为幼儿 国小 国中 社会 热灵 特教等六组进行比赛 不仅吸引近千维的民众参加 同时也希望要将老少嫌疑的蝶杯运动 从如珠开始推广到全桃园 记者王中军 桃园报道 桃园市龟山区 县光二村常常会举办工作坊 邀请民众体验 这次更特别由明川大学建筑系的学生 将长期对县光二村的观察 转化成模型DIY制作 重现当年的眷村样貌 还记得前阵子 县光二村办黎梦工程针界吗 当时明川大学建筑系的团队 获选开始执行计划梳理的方案 像是举办工作坊 邀请民众进行眷村模型制作 以县光二村平房为蓝本 完成丙种单户平房的模型 我们讲如果是房子的话 它里面其实是一系列的生活空间 人在里面生活 那生活这件事情 就是很难从教科书里面的 各本或者是样本这样学习 常常又要有很多不同的经验 对于空间的体验 对于生活的体验 所以说我们其实也在 找寻各个不同的场域 希望学生能够体验到 比较好的空间的场域 或者比较好的那种生活的方式 跟它对应的空间 看到桌面上一比一百的模型建筑 是两年前由一群学生到县光二村进行测绘 将测量结果记录下来 不管是工作坊的课程内容 还是这一间单户平房的模型 都是由两位大三生大四的学生所完成的 其实内在很难就是在自己来走一遍之后就知道那么多 就是我们希望利用这个工作坊 就前面可能会一些历史的探讨之类的 然后加上这些纪念品模型之类的 让他们更了解就是实际上眷村的以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这个栋小房子从头到尾就是几乎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然后包括这上面的图案什么的 就是我们从两三年前就开始画测绘 然后就是把它全部都弄好之后 再设计成这样一间小房子 然后把它的什么卡接的全部都制作完成之后 再送去给雷切公司雷切 由于名传大学景临县光二村 因此在课程方面直接与社区连结增加学生的实战经验 二县光二村长期办理多元化的工作坊 希望借此让大家共同走进县光认识传统卷村文化 记者游家瑜桃园报道 国家级的许错港湿地近期在桃园市政府富裕下 吸引了许多鸟类前来竹槽 不过日前却有民众擅自闯入许错港湿地 对此还广述除了呼吁民众不要进入湿地 像是锤钓 捕鱼 生活等行为也都一律禁止 希望避免当地环境被破坏 国家级的许错港湿地近期在桃园市政府的富裕之下 目前吸引许多鸟类前来竹槽 不过日前却有民众擅自闯入许错港湿地内 而这样的行为不仅可能已经触法 同时更可能会影响当地的生态 如果因为去拍鸟或者去整个一个拍摄鸟类 让整个小英欧的整个一个受到惊吓的话 那我们可能会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8条规定 除以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并科六万到三万的罚金 所以说请所有的市民朋友 千万一定要守法 不要心存侥幸 以免得不偿失 许错港湿地由于生态丰富 每到假日都会吸引许多民众前来交游 而因为许错港湿地属于生态保育区 因此海管处除了呼吁民众不要进入湿地以外 另外像是垂钓、捕鱼、生活等行为也都一律禁止 以免破坏当地的环境 许错港湿地目前在三岛这边是我们的核心区 那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市民朋友 一定要遵守以下的规定 第一个不要侵扰到我们的野生动物 第二个不要在里面垂钓 也不要里面去捕鱼 那也不要在里面去生火 去露营或者是烤肉 因为这样的行为都会严重影响到 整个野鸟的一个栖息的环境 所以说真的请大家能够 发挥你的道德的一个勇气 如果有人做这样的一个行动的话 请地级跟我们海管处来联系 我们会联系就可以去制止 那也希望所有的市民朋友 也能够做这个规范 目前许错港湿地已经完成富裕工程 而对此海管处除了呼吁民众不要进入 私地保育区以外 同时也希望民众能发挥功德心急争议感 如果看到有人闯入应立即通报海管处 要请民众一起守护着得来不易的野鸟生态 记者王中军台报道 未来美美美还是会持续的关注于 我们的幼儿托育的学习的环境 还有打造新的托育场所 还有我们长者的各方面的福利的政策 还有地方上的一些瓶颈道路的打通 让生活在桃园的好朋友都能够非常的幸福 这是年轻活力的桃园 这是繁荣进度的桃园 这是热闹丰收的桃园 活力之都希望桃园 因为有你的餐鱼 桃园越来越好